接下来带您锁定中共两会讯息 3月5号中共人大会议开幕 世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做了他10年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不同于过去的是 今年有关两岸关系的篇幅大幅缩减 内容不但只有85个字 最常被提及的九二共事 一国两制也都没有出现 怎么解读温家宝的报告 我们的分析报道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 绝非单纯政府工作缺点和不足造成的 现实本身的 就他们这些人说的话 跟现实本身是没什么关系的 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 事实上 中国目前社会的局面 比温家宝描述的腰坏百倍以上 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就在眼前 但中共却无力回天 不少民主人士认为 中国的希望不是寄托于中共的任何改革 而是民间聚集的力量 新唐人记者张天宇 蓝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蓝竹采访报道